花林县兰艺协会今年度再次和吉安湘工所合作 在浩克艺术村举办了110年的春季兰展 今年初气候宜人花开得相当的茂盛 参展的兰花多达259盆 现场还有兰艺教学讲座及兰花艺麦 欢迎民众星期六日可以前往吉安浩克艺术村来赏花 吉安浩克艺术村这个周秋二日假期充满了花香 这是吉安湘工所第二年与花林县兰艺协会合作 举办的春季兰展 想让游淑珍广邀相亲来到浩克艺术村 除了赏花还可以欣赏周边的艺文展览 我们知道花会带来的满满的近视快乐 跟眼帘下面的一种感官的享受 所以今天我们浩克艺术村 欢迎我们花莲兰艺协会带来这样精彩的兰艺的展览以外 也解显出他们非常多精湛的这样的一个评比之后的精彩来给大家 其实在我们的浩克艺术村里面在我们的这个路边 在我们的树上都会看到满满花意跟春天的感觉 所以请各位相亲好朋友能够把握4月10号11号两天 来到我们的浩克艺术村 欣赏美丽的兰花 跟我们今年比赛出最棒的这些兰花猪一起来共赏以外 也带着我们的亲子来到我们的浩克艺术村 来分享我们自然美丽的芬多金以外 也来进场我们的艺能的艺文展览 欢迎大家来到浩克艺术村 花莲兰艺协会每年举办春秋两场兰展 今年春天气候宜人花矿非常好 有259盆会员金养的兰花来报名参展 每一棵都是特色花 因为都是花族非常非常珍惜的好花 而且今年的水准特别高 那像昨天的那个拖鞋篮 我们几乎每一个篮鼠大概这一次来讲 都有50颗50颗以上的花 那其实透过这个竞赛的话 因为有一个良性竞争 所以大家都把自己最好的花拿出来 所以在这边看到的大概都是 花莲的花有手头上最好的花 那特色的话的话我大概可以介绍一下 比如说像那一颗日出独角 颜色非常的亮丽 那还有就是说在前面那一排的话 一整排的包括那个拖鞋篮 包括春时虎兰还有万代兰 还有一颗很特别的那个 越南百代兰 越南百代兰开花花性非常的好 而且它有特殊的芋头色花色 再来就有香味 那其他珍惜的花更多 除了赏花现场还有蓝艺教学讲座 以及兰花艺麦 今年因为气候的关系 有一些花都比较正常的开 然后今年我们平常在去年的花 就是量差不多一百八十颗左右 今年到两百五十几颗 就是多很多量出来 然后今年的那个品种也比较多 所以今年大家就比较有多 比较多的花可以看 我们兰花我们有玉卖区 然后这个玉卖区就是我们金贝的来源 所以我们大家来这边看花的话 尽量帮我们买玉卖的兰花 每年大家才会有那个兰展可以看 周秋二日假期 民众不妨前往吉安浩克艺术村 欣赏美丽的兰花 也把喜欢的花带回家 月旅会居然相报道